黃國昌加入民眾黨的時候就講好 不管錢 不管黨 然後只要拿一個立委的職位就好 其他事都不管 但是他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怎麼樣 逃過一劫 但是他昨天哭了 哭了就很幽默了 哭屁哭 關你什麼事 一聽他哭啊 網路上開始在猜到底為什麼哭 一說叫喜極而泣 但是呢 這個國昌報告一下 我跟你講 林友並不相隔 別人有出事 你不要笑 他沒有笑 人家哭哭了 他不是在唱歌 這第一個 林友並不相隔 第二個還有一種說法叫 揮類斬馬技 為了國家設計 柯文哲下來 手起刀落中 柯文哲扭下來 所以這種情況也要哭 糾正一下叫揮類斬馬術 黃國昌這個哭啊 可以說哭得毫無邏輯 然後也沒有道理 不太知道他演這一齣的原因是什麼 那所以只能 但是應該說 因為前兩次他唯一一個要平衡的就是 他前兩次的直播棒跟柯文哲 坐在一起的那個 因為笑得太 那個 那個嘴角笑意有點壓不住 所以只要演一出來平衡 那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說 柯文哲身邊的人都要害他 因為阿伯最無辜 接下來還會不會有人要害他 陳志涵許甫出來接受訪問 講兩個數字 結果講到柯文哲出事 一個說96萬是960加110 一個說96010是多寫了一個0 那個阿伯說不一樣 這個就已經害到他了 接下來 黃國昌跟柯媽媽 他們兩個一個共同點很會保證 柯文哲 黃國昌講過 我百分之百保證許永明的清白 許永明抓去關 柯媽媽說 我覺得 顏寬恆這個人 小孩也故意故意 顏寬恆被判刑 所以當有一個人 叫柯文哲被 黃國昌以及柯媽媽 同時保證 我們兒子不保證 我跟你講這個一定要抓去關 因為這個 這個沒有比他們兩個同時 詛咒還要大的力量 阿伯真是 喔 一個頭兩個大 這些壞人 都要害阿伯 嘿嘿嘿 毛利元舅講過一個故事 他為了讓他的三個小孩 要團結 所以他說這是一支劍 啪 折斷了 這是兩支劍 啪 折斷了 這是三支劍 你看折不斷 所以你們要團結 現在是他們三個三支劍 拿來插柯文哲 團結 你知道這有三支劍 好厲害 這個叫做李文忠 這個在民眾黨 私底下號稱 這個人是柯文哲的錢包 從中國經商回來 然後空降 台北市市政府顧問 然後後來隆身 這個北捷的董事長 到今天都沒有人知道他的專業是什麼 憑什麼在台北市政府上班 對他專業是什麼 你的項鍊打到麥克風 好 他的唯一的專業就是 他是柯文哲的同學 這個就是他的專業 專業就是 所以這個叫李文忠 請記得他的名字 整個民眾黨到今天從第一天開記者會到今天已經第四天了 這個絕口不提李文忠 開一個中評會有李文忠、黃珊珊跟誰啊 我不知道他開了誰 這個黃珊珊請辭中央委員 端木正被民眾黨告 這個人從來不檢討 所以號稱核心中的核心 李文忠出事 柯文哲成船 可是為什麼要檢討他 我很負責任的講 我都不知情啊 我都不知情耶 我不要問民眾黨的黨員 我問台北市的市民 這個人當你們的北捷董事長你開心嗎 嚇死我 嚇死了好不好 來這個人叫端木正 端木正是目前整個案子看起來最無辜的人 他就是洋蔥的最外層那一層皮 一撥就撥到他 他也是火箭推進器 最下面那一個第二推進器 那是火箭嗎 你畫的圖嗎 火箭 那是火箭喔 喔 看不出來 你想要講什麼 因為葛雷斯把那個圖拿出來 大家都不覺得那是火箭 那是他的動作很猥褻 那個的確是火箭 這個叫端木正 他是第一個被丟下的人 結果昨天可憐到發生什麼事 交保金兩百萬 他說我沒有錢可不可以便宜一點 過一陣子改一百萬 然後另外一方面又要帶這個電子腳樓 這個也是無辜啦 也不會無辜啦 你自己要加入民眾黨的 你看他多愛民眾黨 我昨天在看他的相關影片 我就注意到這件事 他連那個眼鏡的那個框啊 那個鏡架都換成民眾黨的顏色 然後他的衣服也是 這個衣服好像是他們民眾黨的衣服 然後他那個鏡空愛跑去配 特別挑這個色 他有一個鏡頭是跑到那個 跑到那個造勢舞台上 跟人家揮手啊 那個鏡頭很好看 各個節目現在都在播 他衝上去我就注意到 真的是忠貞愛黨黨員 除了那個他跑上去很可愛之外 他後面有一個還可以笑的那個人 叫高鴻安 最近就比較沒看他在笑 對齁 最近沒有看到他的 這個人叫黃珊珊 十二踢屬立 十二踢屬立 黃珊珊啊 從早期新黨 然後後來加入親民黨 到現在在 在2016年跟民進黨合作 選哪一區的我也忘了啦 內湖 對對對 然後呢 後來怎麼樣 加入台灣民眾黨 台灣民眾黨之前有一段空窗期 是用無黨的怎麼樣 當台北市副市長 上一屆也選過台北市的這個市長選舉 可以說這裡面啊 經驗最老道的就是他 然後他有一個哥哥 叫黃曙光 也在海軍服務 做前線的 最有資歷 然後最有經驗 然後也最有手腕的人是他 不過呢 現在看起來正在被小草鬥爭中 好 阿伯是無辜的 啊 端木正 黃珊珊 李文眾都是你們的把我學害 不是端木正做錯帳 就是黃珊珊在這個弄阿伯 他是總幹事要負責 然後不然就是李文眾 我很負責任的說 我不知道怎麼負責 我很負責任的講 責無旁貸 柯文哲無責任 然後責任是誰 都是旁邊的人去貸 所以這個李文眾 你們都很壞 你們都連扛責都不會 一個董這樣心股皮 阿伯比那心股皮 三尊新婚 好路受三尊 叫他們出來扛者都不會扛 都是你們害阿伯 事人不明 那於是怎麼辦 阿伯只好發一篇 這個告黨員同志 這個國富革命 那個叫什麼 於是一致 於是訴發以來那個嗎 對對對 於是訴發以來 你們今天調查我怎麼樣怎麼樣呢 我承認了 事人不明用人不當 這其實裡面很多很好笑的事情 比如說第一個 我們主動提供大選收支相關評證 那不叫主動 那叫被搜索 你被搜索了 你什麼事情不主動也得主動 可是他們黨部就一直否認說 沒有 是我們主動 我們管 就是我們主動 你主動你就自己拿去調查局 不會是調查員去你們家收 你主動是你們自己拿出來說 我今天有四箱拿出來 然後那一天開記者會 報了四箱資料過去 大家會問說 那四箱有要公布嗎 沒有沒有 我們只是說我們有整理的四箱 不公布你裡面是放什麼 放火龍果要請那個記者吃是不是 沒有沒有 他們就報過來又報回去 從來沒有主動這回事 他一直都是選擇性提供 連他們做到目前為止的帳 大家看得到可以檢討的 都是民眾黨號稱41萬以上的評證 結果今天 昨天41萬以上又一張出事了 有一張96萬的 等一下再講給大家聽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 有一個責無旁貸的 責無旁貸 我身為黨主席 責無旁貸 責無旁貸一般來講字面上的意思 這責任不能夠推遲 責任就在我身上 一定是我的責任 你看 我身為黨主席 責無旁貸 所以我決定黃珊珊主動請辭 李文中段木正黃珊珊 移送中品會議處 柯文哲名字在哪裡 人咧 這是上連接下人 下連接不起來 這個就叫上文不正下文歪 我身為黨主席 責無旁貸 我現在才發現一件事 你看這裡又用了一個主動 但凡這篇文章上面寫主動的 一定不是主動 黃珊珊主動請辭你 你屁 一定是人家叫你這樣子 對啊 而且這個人可能就是柯文哲就要辭的 所以這一封信寫出來 搖搖搖搖搖搖 我想過去可能還可以感動黨員 現在我如果是小草收到我 我只想說錢呢 我拿那麼多包包 我要跟你感動 結果居然還真的有人感動 等一下第三張圖會講到 這個人是柯文哲 從家裡出來 一派輕鬆 今天還問 大家還問他說 你那個公司 老公司的錢要怎樣 你媽說你拿錢 開公司以後用你兒子的名字 他一派輕鬆 父母開公司給小孩很正常 父母疼愛小孩 我跟你講柯文哲 今天的氣色不太一樣 昨天該抓的該關的該問的都去了 所以他則無旁貸 一派輕鬆 今天走出來 張美一定睡得很好 好端木正 高伯 黃三三五 都你們的事情 都是你們 你們好路受你們三人要關我 所以今天柯文哲開開心心 一派輕鬆 口吐芬芳 走入腳踩那個七踩 那個什麼雲朵 他跟 問他你做錯了什麼事 他說我犯了一個錯 作帳還是要相信專業 廢話 不是 端木正不是專業 不然誰是專業 而且 作帳還是要相信專業 這句話就是廢話啊 沒有啦 不然咧 我跟你講這個 這個問題是端木正就是專業的會計師 對啊 我跟你講這裡發生什麼事好不好 這裡其實我有推敲過 當時要叫端木正做帳的時候 黃三三 陳志涵這一派啊 所謂的總部派 端木正是外包會計嘛 總部派就跟那個會計講說快一點 快一點 做快一點 做快一點 然後端木正就說 不是啊我盡力了做不快啊 東西那麼多 啊我賬很多 做不快啊 時間快到來不及啊 總部派要求他不管你就是要趕快做 所以為什麼會要人家趕快做 連基本要做多久的認識都沒有 這就是不相信專業嘛 對啊 所以他的這個不相信 他說要相信專業 他的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他本來不相信嘛 啊本來不相信的 具體行為發生在什麼事情 就是催促端木正 那你催促下去端木正 不管是不管是端木正主導去調節 或者是被迫要調節 你要負這個責任嘛 柯文哲 因為那個蓋章的那個是柯文哲候選人嘛 所以他的這一句話來自這裡 他曾經逼端木正趕快做 沒有理由沒有道理的 不相信專業的要求會計師 趕快做帳 啊然後後來就出事了 那你是不是被李文忠害慘了呢 他說事實真相還沒搞清楚 不要隨便給人家安全 他這樣很仁慈 請問其他黨的人出事的時候 你有這麼乖嗎 你仔細看 各位看九世要客訴 我們佩姐版本的 李正浩版的那個就不管 李正浩版本的我們新台派在解釋 佩姐版本來注意 柯文哲接下來所有的談話 他絕對不會罵李文忠 我剛剛講過了 李文忠出事柯文哲成傳 他是他的錢包 錢包 錢包外面還有一層皮 就是李文娟錢包 錢包皮 然後這兩個他就放在口袋裡面 你被葛雷斯帶壞了 沒有啦 葛雷斯差我差多了 我是因為電視的關係 不能講太多 來 所以李文忠不敢罵 來下一個 黨內有聲音要黃珊珊持不分居立委 他說混亂的時候不要添亂了 意思是黃珊珊該持 但還不是時候嗎 這個是一個政治責任的動作啦 總之我跟大家報告現在不管你看到什麼黃珊珊李文忠斑木正 有些人在處理法律責任 有些人在處理政治責任 那有些人在做權力鬥爭 所以一些什麼蔡壁如謝麗公莫名其妙跳出來 坦白講啦 他們兩個這一次不一定有看到贓 一定看不到啦 蔡壁如在台中海線 你要怎麼看台北黃城的 站在台波大樓的站在看幾年 但是為什麼 這個時候要跳出來揍一腳 這個就叫政治鬥爭嘛 他們內鬥 那個妙小 妖風大 慈善很多 民眾多 這個叫戰狼抄棄 陳志涵怒批李文忠 陳志涵說 世人不明就是與柯認識50年的李文忠 你怎麼把柯文哲害得那麼慘 他這麼相信你 他們 他把我們整盤的努力全都毀了 陳志涵 陳志涵是打李文忠的 怒控李文忠 因為怎麼樣 那個柯文哲有一個LINE群組 2024KP財務大群 20幾個全國黨部 那2024內葬群組 可能剩五六個人 然後陳志涵每天 我為我他也要加入 我也要加入 柯必然沒有 沒有 小孩子不要碰錢 然後就不讓他加入 然後弄到最後他那個群組 剩兩個人 就柯文哲跟李文忠 所以陳志涵到今天 還沒有辦法加入 這一趴是你想像出來的 我猜是這樣子 如果不是的話 請柯文哲拿出群組來 以知證明 所以最後 陳志涵一定很生氣 他都不幫我管錢 你看講到錢不是什麼 李文忠 黃山端木真 就不是他的事情 他麥克風拿起來走一走 發現960加110等於 96萬0111 沒有錯 他講什麼都出事情 然後又偏偏很愛講 這個人他跟 陳志涵跟吳宜宣 現在講的東西 很多都會變成 這個其他陣營的 笑話跟話兵 好 最後 國昌耿夜喊同舟 網酸等黃袍加深 哭啊 有現在目前 最合理的兩個解釋 總之他上節目的時候哭了 他哭的時候 他說查內障的時候 因為自己不是不掌管黨內事務 不方便在旁邊 我先講比較接近事實的部分 黃國昌加入民眾黨的時候 就講好不管錢不管黨 然後只要拿一個立委的職位就好 其他事都不管 但是他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怎麼樣 逃過一劫 但是他昨天哭了 哭了就很幽默了 哭屁哭 關你什麼事 一聽他哭啊 網路上開始在猜到底為什麼哭 一說叫喜極而泣 但是呢 這個國昌報告一下 我跟你講 林友並不像歌 別人有出事 你不要笑 這要跟你講話 他沒有笑人家哭哭了 他不是在唱歌 這第一個 林友並不像歌 第二個還有一種說法 叫灰類斬馬祭 為了國家設計 柯文哲下來 手起刀落 總要把柯文哲扭下來 所以這種情況也要哭 糾正一下 叫灰類斬馬樹 國家設計 樹 他是言字旁 我們這個小教室又要來了 每日一字 我故意講錯 然後看看大家有沒有認真在聽 總之 黃國昌這個哭 可以說哭得毫無邏輯 然後也沒有道理 不太知道他演這一齣的原因是什麼 那所以呢 只能 但是應該說 因為前兩次 他唯一一個要平衡的就是 他前兩次的直播放 跟柯文哲坐在一起的那個 因為笑得太 那個 那個嘴角笑意有點壓不住 所以知道演一出來平衡 那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說 柯文哲身邊的人 都要害他 因為阿伯是最無辜 接下來還會不會有人要害他 我覺得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要害他 因為這個其實就是 因為他身邊的都會害他 小小一個黨而已 你看他以前在台大的時候 那個MG10也是身邊的人 都會害他 他都一直被害 好可憐 陳志然許甫出來接受訪問 講兩個數字 結果講到柯文哲出事 一個說96萬是960加110 一個說960110是多寫了一個0 那個阿伯說不一樣 這個就已經害到他了 接下來黃國昌跟柯媽媽 他們兩個一個共同點 很會保證 黃國昌講過 我百分之百保證 許永敏的清白 許永敏抓去關 然後柯媽媽說 我覺得 顏寬恬這個人 小孩也故意故意 顏寬恬被判刑 所以當有一個人 叫柯文哲 被黃國昌以及柯媽媽 同時保證 我跟他講 這個一定要抓去關 因為這個 沒有比他們兩個同時 詛咒還要大的力量 糟糕了 怎麼辦 感謝3Q的解說 各位我們 especialmente 分享給大家 我們可以進行 並且 我們可以進行 我們要來拖延 我們可以 drawn 我們可以進行